大家好,我是一羊 很多人在羊康之后会觉得浑身没劲,力不从心 想锻炼又不敢运动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轻松的锻炼动作 尤其是和羊康之后的男性朋友更应该练一练 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怀羊卧 怀羊卧是道家的养生睡姿 可以锻炼肝经,肾经 能养肾气,生阳气 提高身体免疫力 方法是养卧在床上 两腿屈膝,两脚心相对 脚后跟尽量靠近回音 将两膝盖向两侧打开 尽量靠近床面 为了更快地松胯,可以将两手放入两膝盖的内侧 轻轻地一下一下地下压 坚持练一段时间 前胯髋关节的位置就会松开 这样的姿势可以拉伸到肝经和肾经 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 松开的前胯是利好还原握的前提 前胯不松,握的时间不能持久 也不容易入境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柔韧度不同 有些人打不开也没有关系 做到最大的程度就可以 或者可以在两膝盖下放靠枕的方式来过渡 要觉得两腿是放松的,两脚心是相对的 腿的姿势像一个环一样 平心静气,两眼微闭 就是将左手抬起,防御腹部 再将右手放在左手上 拨持这个姿势,全身放松,自然呼吸 每天在睡前就可以这样练习10分钟 还原握的睡姿会有一定的助眠作用 但是也不适合所有的人 像应许火旺体质的人群就不适合练习 会容易让体内的虚火更旺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睡眠 也不用追求标准的姿势 舒服,放松就可以了 但也不建议服务 觉得这个动作好,有帮助 就可以这样经常练一练 如果觉得不适合自己,也不要强求 经常练习,也可以缓解下肢肌肉的僵硬和紧张 疏通腿部的六条经络 特别是肝筋和肾筋 男女都可以练习 在每天睡前练习10分钟就可以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咱们下期见